基本上溝通很重要 再來就是他扮演一個 或許是一個剛剛講過的聖誕老公公的概念 你要給人家東西 客戶沒得挑 今天聖誕老公公給你一雙襪子 給你一顆糖果都OK 因為藝術家把作品放上去了 群眾沒辦法挑 所以你就適度 你不能弄一顆毒藥給他 所以說我的概念就是 你要尊重觀賞者 你放在公領域 你就必須注意到安全 注意到很多這個環境的一些狀態 所以必須我們要自己有這方面的認知 以前在私領域裡面 私人空間裡面 你要怎麼玩沒關係 那個概念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這或許是互相要 自己 藝術家要跟環境學習 藝術家以前大概都跟自己的心靈在學習 跟生命在學習 那我覺得多了一個功課就是跟時代的環境在學習 這非常重要 作品 基本上我覺得每件作品都是動物 就像我在幫他換新衣服一樣 每天的心情會不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心情怎麼樣 我就穿什麼樣的衣服 基本上我在創作的概念在這裡 到另外一個環境還是當下我的狀態 心情是什麼樣 就會有什麼樣的作品 基本上在這麼多動物裡面 他自己本身在那邊已經在展現他自己的魅力了 身上其實他很多故事 在作品的內容上 其實他身上的圖案跟顏色也好 基本上是代表 其實是生活上的一切 也不是所謂刻意怎麼做的 那都是我們眼睛看到的 心靈想到的 然後展現出來的作品這樣子 其實他必須會有共鳴 凡事要有交集 要有共鳴 但也有很多人就匆匆忙忙的就過了 有些人就是平行線沒有交集 但我們只是說要盡盡力 會跟他有共鳴的自然會得到他自己的答案 他也會喜歡 他也會表現他的情緒 他也會感動 常常講說凡事他會可以很自然 然後在那個環境裡面 畢竟那裡是人潮非常多的地方 我一直常常有一個概念就是 其實藝術家要走出另一個平台 因為現在網路時代 公共平台很多的時代 但很多地方可能也需要藝術 那我們主動走出來 主動出擊 反而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我可以像一個快遞先生 開個車還是火鍋 到處就是 自己主動去分享藝術的概念 不是讓大家來觀看 不其而異也是一種展覽 所以說我覺得那會有一種不同的效果 但熱忱要夠 到公共空間裡面的展覽 就複雜度會高 第一個你要考慮到安全 考慮到觀賞者的思維 這個必須說那你想主動之外 你還要必須具備 幫別人多想一點就OK了 其實我把每個人當作是一本書 比如你50歲了 你20歲 你10歲 他都有他有的生活經驗 因為每個腦袋都不一樣 因為我藝術家 全世界就是唯一 那個唯一就是 這麼多唯一過程 一定有讓你可以去學習的 所以說我堅持這種觀念 每個人有太多可能性了 那我們要看他的優點 人也不可能十全十美 那我們要的就是 學習到的就是 他的專長他的專業 他的態度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我在面對自我的狀態的一個 一個思維 所以說這個部分我覺得 也可以分享給更多人去看 面對這種新的時代 在新的未來 你也要不吝嗇的去 說人家的讚美 讚美每件事情他的好就行了 壞了太多了嘛 要做好不容易 要做好真的不容易 批評人很容易 要讚美人也不容易 所以這蠻重要的 夢 Dream Dream 夢 夢 夢 對 你有一個夢 你就會 朝那個方向前進 前進 因為你有一個目標 如果你有好多目標就亂了 這是一個目標 生命的目標 生命的價值 要莫忘初衷 要莫忘初衷 因為很多人妥協了 被環境妥協了 被別人干擾了 那你 自己如果 有認知的那一天 但我覺得那個認知要先找到 不然那個干擾太大了 那個認知找到之後就勇往之前 因為很多人不適合當藝術家 真的很多人不適合當藝術家 那真的找到了 就勇往之前 會很多人在看 雖然他今天沒跟你say hello 但是他哪一天在更前面的地方 更高的地方在跟你招手 再跟你鼓掌 所以說會鼓勵年輕人 多點感性 往前走 本身藝術是一個感性的發明 我自己覺得 感性的生活者 但是要面對這麼理性的環境 也要學習 所以說我覺得要很多專業的 專業的結合很重要 分工的時代 OK 我很喜歡 你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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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你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 你喜歡